哈喽,我是劳雷 Trump 我这个名字都受腻了 Trump, Trump, Trump 不好意思 这个视频 还是要录,因为跟德国有关 这个Trump 前一段时间说 在德国的一部分 他的这些官兵 他准备撤出 把他们回家了,不要在德国了 或者把他们弄到一个其他的 欧盟国家或者啥 好像本来在德国有一个 三万五 一些部队啊,一些官员啊 其实他有一些基地 比如说Rammstein 就跟那个乐队的名字很像 Rammstein 好像在法兰克福附近很大的一个 他那个时候伊拉克那个战争 其实一大部分 就依赖着这个Rammstein 本来有三万五 Trump说,哎,我们减一个 一万左右 这样的话还剩下一个联方五 因为德国不乖 所以说我们不要了 他这个 这么一个说法 其实 还没有 通过他的那些议会 所以说有可能他办不了 Trump 他也不是万能的 他也不是习近平那种独裁的 对不对 想,或许心里想当一个独裁者 但是当不了 无限为止 但是无论怎么样 在德国这件事闹的挺大的 其实 普通老百姓 我觉得 就是德国老百姓啊 可能不会特别关注这件事 就是本来之前也是 在德国有一些美国部队啊 我们觉得那是个联盟 好吧 但是生活中没影响 但是政治界闹的很大 政治界啊 政府啊 一些政治人物啊 他们就抗议说 哎,这样不行啊 美国你不能这样做 我们无法接受 然后表示抗议 就觉得好像我们有一些协议啊 你这样不厚道 另外一些 跟他们对着干的一些政治人物呢 就说,哎,这样好啊 太好了 你们赶紧滚吧 这是有点那种 我们不想 美国那么流氓的一个那种 自以为世界警察的一个国家 在德国有那种很大的基地 对不对 就是伊拉克战争 我们本来德国老百姓平均就 我不知道百分的多少反对 但是很多 绝大多数 觉得伊拉克战争完全是流氓 那么 你在我们这儿有那种基地 啊 我们可能会心里想觉得呢 你要走的话 没人拦住 拦住你知道吗 就觉得那你滚吧 啊 问我的话 我老雷我觉得 我们还是想细看 我们就看这个 这件事 撤出他的官兵 一部分官兵 对美国他自己 短期 有没有利益 长期 有没有利益 有的时候这两个是 是矛盾的 而且对德国来说 短期和长期 是不是有 有利益 那么我们先看美国 我觉得短期没有利益 你这样做的 那些官兵 你总得找地方 对不对 你总得把他们放在哪里 我刚才已经说了 其实很多你 美国的一些 呃 他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伊拉克战争啊 他其实依赖着那些 比如说 Ramstein那种基地 你把人减少了 你下次要动手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嘛 短期是没有利益的 长期的话呢 那不好说 因为其实 下一个总统或许 那就是 我们先说 你都不一定能通过 对不对 通过议会 议会有可能会说 你不许 但是 就算你通过了 你减少了之后呢 或许下一个总统会改主意了 民主体制就是这样 对不对 如果拜登 拜登上台的话呢 或许 就会改主意了 就会搞回来 长期我不知道 对美国 无论怎么样 你得找个地方 找一个靠谱的地方 把你那些官兵放在那呢 因为你要用 对不对 德国的话呢 我觉得短期 短期我不知道是 有没有利益 可能短期 没有利益 可能短期这是不好的一件事 因为其实 德国 精神上 和事实上 依赖着美国 从那种 国防那方面呢 就德国这个战后 就一直觉得好像 可能 受了这种历史教训嘛 就是 一战呢 德国搞的 二战呢 德国搞的 就觉得好像和平主义 是一种 是第一 但是也不像完全和平 想依赖其他人 帮我们收拾我们的一些敌人嘛 就比如说恐怖分子啊 或者是一些流氓国家呀 我们觉得 那么美国来干嘛 我们在后面做一些生意啊 或者是卖一些 给他们卖一些武器啊 或者啥 整个欧盟 其实 多少 都有一点这种精神 自己门前的东西 比如说九十年代 瑟比亚 那个时候不是在那搞大屠杀吗 那个时候其实欧盟应该收拾 但是欧盟 也 也试图收拾一下 但是其实也没有 没有力气 没有决心 最后还是依赖着美国 短期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 欧盟会 会 缺少一点那种 那种 那种 国防 我都不知道 欧防吧 欧盟要欧防 国家要国防 那种能力 你把那些部队 让他们 让他们走了 的话呢 欧盟可能会缺乏一些那种 那种 自我保护的一种能力嘛 但是长期的话呢 我老雷 我 我强烈支持 我希望 美国 他减少他的那些部队 不是一些什么 意识形态的一些问题 我 我其实如果从美国靠谱的话呢 我不介意 我觉得联盟OK嘛 但是我觉得我们 不应该依赖他们 我觉得欧盟 应该明白 我们欧盟的事情 比如说 门前的那些 像比如说当时 90年代 米罗斯维斯那些事 或者是 叙利亚 或者是 就是 比如说 利比亚 北非 很多事情 我们得自己解决 我们也不能 好像看着俄罗斯 哎呀 这个普京好害怕 然后 要依赖一个美国 帮我们收拾 帮我们保护我们 不能 短期这样可以 但是长期这样不可以 我觉得欧盟 应该搞一个 欧盟自己的一个部队 不是每个国家 应该有一个部队 而是欧盟 有一个 团结的 一个 一体的一种部队 每个国家 他赞助啊 然后我们一起 一起搞 如果我们一直依赖的美国 那是 那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是好事 我们应该 成熟一点嘛 欧盟 搞一个自己的部队 自己搞自己的这种国防 或者是欧防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这一次 川普 我觉得 挺好 他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觉得 挺好 最起码可以想一想吧 欧盟 他觉得自己 是不是应该懂得 保护自己 Peace 好 好